全明星运动会一直深受大家喜欢 曾经是第三期 蓝队队长的贺军祥 六日出席家府公益活动 表示自己都有一直在关注节目 至于最近浅姐透露 这季成员比较难带 是否心情受到影响 贺军祥也有话要说 也没有啦 因为其实我们下礼拜有一个篮球赛 像前几天也有碰到 在练球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我倒不担心啦 因为毕竟他也是 跑江湖了 总不能 都是同一个队在营嘛 那我觉得 其实有一点变化 是蛮好的 而且让观众可以更期待 之后后续的发展 姐还有开玩笑说 你喜欢开玩笑 没有没有 他那个是开玩笑的 主要其实浅姐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慢熟的人 然后因为那天 我们之前刚开始录的时候 其实我只有中午放饭的时间 可以跟我自己的工作人员吃饭 所以我才会 跑去找他们吃饭 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都不跟其他队员 一起吃饭 是因为我们当初录的时候 时间很赶 然后我只有中午的时间 可以跟自己的经济啊 或团队可以碰到面 因为其他其余时间 他们是不能够在艺人身边的 对对对 他现在就还蛮常爱亏我的 对 只是说 我觉得也蛮开心的啦 因为毕竟 就是我也是看浅姐打篮球长大的 对不对 所以能够 身为一个蓝队的一份子 我是觉得也很开心这样 没 schwierig 你最近带了 呢 偷 disappearance 挤 哦 是啊 administration 我们 把